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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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我們又請到了帥哥跟美女 你說你才是美女 我也是帥哥一組 對 好 最帥的聶宇 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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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了以後更帥的苦力 好 這樣要說真的帥的還可以 沒有... 聶宇姐好 大家好 來 介紹一下你最近的新的歌 叫什麼 印 男人就是要印起來的印 斬釘截鐵不是斬斷鋼鐵 就是要印 美女騎腳踏 你忘了講4月28發行 4月28發行 4月29號先唱 對 其實你這個印是 就是有一種說法就是很... 很硬 很正好 很時尚 對 當下 我故意取中文 英文是雙個意思的意思 而且另外一個我的slogan是 Kelvin is all-in 就是做事情一定要all-in 那這裡是你 全力以赴 你硬嗎 我都已經用all-in all-in 賭錢的時候all-in all-in shall-in 對 做事情就是不留餘地 直接shall-in 基本上 來 來 籌碼拿出來 每個人有20萬在下面 基本上取名字就是 取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怎麼這樣子 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 對 自己的期望 沒有 我想等了一陣子再出片 一定有原因對不對 是 因為我覺得 以前上一張專輯 已經是兩年多前了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叫印呢 其實是以前我給人家形象 可能都是陽光大南海 比較溫文儒雅的感覺 那其實現在年紀也 12成3了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以為在上小學堂 12成3了 對 還一直要數學 就覺得其實心境有一些改變 其實說真的 因為我看身邊的 同齡的年紀的朋友 都已經結婚生小孩了 然後現在出去都已經 真的都帶 出去打球都會帶小孩 有的還小孩可以一起打了 小學都一年級 二年級了 然後都可以投籃了 然後就覺得說 雖然我還單身 還沒有到結婚 可是我覺得心境 已經開始慢慢轉變 那就覺得要比較有硬的肩膀 不管對家人 或未來另一半也好 好好的 對 不能再只是 灑笑的陽光大南海 他在硬的肩膀 我們都已經乾有點緊張 對 這也是歲月的累積 我們今天本來的主題是說 這個說話 因為前一陣子有很多的 我想政治人物很容易說錯話 我們不去管他 但是商場上的老闆 或者是社會的 有名望的人士 常常在講話 尤其講到他心裡話的時候 就很容易好像是說錯話 或是被大家誤解他的意思 那說錯話 說話的這個藝術 其實是很特別的 那今天我們說 比如說這一邊 是結過婚的 是吧 這一邊是沒結婚 對耶 對 所以我們說錯話沒關係吧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才一直解不了婚 你們的次數被我用掉了 對 畢竟我跟你講 能夠維持一段婚姻 說實在說話 一定要懂得一點清楚 沒錯 而且這裡也有主持人 也有作家 今天我也看這本書 他說真好這樣活到現在 其實這本書 如果沒有活到現在 當然你就不能寫了 對 但是真好 所以你12乘3 12乘3 我12乘3是那種想法 12乘5的人是這種想法 我活到現在 真好 活著真好 能夠活到現在真好 對啊 我告訴你 你不見得活著到處 我真的沒問題 你不要講 他這本書 他說其實他每次寫的時候 自訂裡頭要寫什麼 這次是編輯 然後說出題 告訴你你要寫什麼 因為我們寫東西 總會避過一些東西 就自己太痛的 太不堪的 就不寫 雖然說是在寫自己 結果這一次我就說 你們要我出書 出書 老師我寫什麼 不然你們反過來 編輯來決定 你們要什麼內容 你命題作文就對了 結果題目一來 把我一生的秘密 通通都揭穿了 所以這本完全是我的秘史 心酸史 悲慘 有的悲慘到 他們忍不忍心登 就說這個還是不要算 真的 都沒有人知道 我這麼慘 他說能夠如此團賽的 爭執的面對自己 我覺得也是個意外的收穫 因為他其實寫書有的時候 當然是表達自己 自己的經驗 但是通常有的時候都會寫別人的事情 多過於自己的內心 很會分析別人 講得頭頭是道 對不對 對 而且不會說錯話 對 說錯話 我最大的成就 因為 所以我覺得 小燕姐了不起就是這樣子 做主持人做那麼久 我就覺得主持訪問 譬如我以前訪問一個比較胖的藝人 我就說女藝人 我說像你這樣子 絕對 你的身材絕對會影響 你交男朋友 你不要說沒有 結果他眼淚就流下來了 你知道嗎 他好難過 然後我十幾年後 再碰到他 就跟他道歉這樣 他說還好你跟我道歉 因為我還一直記得這些 所以他已經有老公 有小孩很幸福了這樣 所以你看你無形中傷的人 你都不知道 那我要講關於身材的 是我小時候 其實我是說錯話的始祖 我小的時候 小小時候我們家裡 那時候我奶奶生病 剛好有看護在看她 那那個護小姐 她長得比較豐滿一點 那我們家裡有個司機 那她也是有點胖胖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我突然間好像很小 我大概一年級不到吧 我有一天看我們兩個就覺得 天啊 我怎麼那麼聰明啊 全天下這兩個太配了 身形長得一樣肥肥圓圓的 我就說李叔叔 你跟那個王阿姨好配喔 你們兩個都胖乌乌的 太了你們應該結婚怎麼樣 結果你要想 這大概是四十幾年前吧 我現在都幾歲了 在那個年代 男女是瘦瘦不清的 我當時講的時候 這女的臉完全好像跑走了 我說奇怪 我說你要跑去哪裡 快過來 我幫你們找個配對的 而且她心裡 可能是喜歡這個男生 但是一想她也是胖胖的 那個男的不喜歡胖胖的 這下次講到她的痛處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被我爸抓起來 哇 就打了 就說你怎麼會亂講話 我說沒有 我還在那裡 還理直氣話 我說我覺得他們好配喔 我說兩個長得一樣 又胖乌乌乌 好可愛怎麼樣 結果爸爸就說你說錯話了 你不能這樣講 你不尊重別人 對不對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 而且這兩個是你隨便 可以這樣講的嗎 你太好了 我們以前是國文老師肥 英文老師也肥 我們就有一個謎語就猜 國文老師跟英文老師在一起 猜中國的一個審慧 對 何肥 對 天啊 肯定 恩輝何肥 好 陳昱如念過建國中學 這東西都會的 沒有 有 地理有在學 有在學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說話 其實真的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我想你也 你 我看前兩天 你還在做Cartier的主持人 你知道嗎 中英文 都要雙聲道 雙聲道的Mega 就是你翻譯當中 你不能翻錯 翻錯就是說錯話 我們也不是說要吹什麼牛 我們能在這圈子混那麼久 也就是因為真的 沒有說錯話 還滿常說錯話的 覺得新聞有點 絕對沒少說錯話過 說話真的難 因為每個人聽的角度不一樣 所以你們剛剛講的那些 那你講小時候 小時候那不懂怎麼辦 那你只能說那孩子誠實 對不對 我三個孩子帶到外面說 媽咪 剛剛那個胖胖阿姨跟我講 我跳下一個胖胖阿姨 我從小跟我兒子講 三個字你不要說 你可以這輩子很好過 一個就是肥 一個就是老 一個就是醜 這三個字在你的字典裡面 把它拿掉 你就可以平安過日子 對不對 你這樣有一次我 你這三個字 現在都在我身上 尤其是換表演 你有說錯話 你有說錯話了 對不起... 你知道有一次我跟吉米碰面 我們剛好一起去看一個表演 我就看了 我說 吉米 我好久不見 你自己怎麼樣 她說很好 我說她的旁邊好可愛的女兒 我說這是你女兒 她說好可愛... 吉米說來...跟阿姨問好 這阿姨很棒喔 她很有名 她交錯怎麼樣 她女兒說 阿姨好... 爸爸阿姨的臉好長喔 為什麼她這兩條天都那麼明顯 她當場講 然後我在那個友好想說 可是同言同語的可愛 然後她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我說沒有 我說很好講得很棒 我說很真 你說實話很好很好 然後就整個人就默默就走掉 怎麼可以說很真 可是小孩子可愛 小孩子... 我跟你講小孩子說錯話 真的是天經地義 這個你沒有辦法 我還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時候 你還說小燕姐 你節目真的好看啊 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小孩子就說 整個小朋友的觀點跟我們不一樣 等一下... 不 我發現其實那個呱噪 不是這個小孩子講的 是他們大人在家裡講 講的時候講 所以我就看他們一家人我去 吃完心虛的眼神 對 其實小朋友就會把秘密講出去 對 其實是小孩子就把你們要講的話 講出來的 好... 我必須我來... 贖罪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小時候曾經有一次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人 就比較... 應該他比較熱情一點 但我們那年代比較少一點 結果有一次他很喜歡我 他說我要帶你出去玩 我說不行 因為我媽說你是曾經妹 但我媽真的有說過 所以我回家我愛了一陣打 其實小朋友最容易把家裡事情 對... 對 像我昨天跟我外甥女吃飯 四歲生日 然後他不知道他媽媽做了什麼 他突然就跟他媽媽說了一句 我姊姊說 我說這肯定是你教他的對不對 肯定是你講小朋友學起來的 然後我姊姊就指著三頭線不能否認 我說你看你要很注意 你講什麼小朋友都會學 不過我覺得真的 既然自己有小孩子 小孩子說的話 這個沒辦法 聽你理 但是我跟你講 大人說說話比較慘一點 我覺得說話 時間地點真的很重要 備份很重要 關係很重要 你知道 備份關係很重要 年齡也很重要 好 同樣一句話 你去死啊 等一下 我不是講個愛歌 你看 小天姐講得好順口 對 這時候這樣說 等一下... 好 場景很重要 如果 這是有備份的有什麼 你爸媽都在 你們親戚都在 你突然講 你跟你的先生會講 你去死了 大家就會停下來 會講這什麼話 怎麼了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如果你回過頭 你去死了 好 這就不開心了 但如果今天是 大家是都是同學 同年齡了 就是大家玩在一起 你去死了 你去死了 講回來 很討厭 要死一起死 你要死 你這樣愛這樣 我要救 我說你 不像你講 你去死了 大家一看 你去死了 那我也不想活了 是不是 幽默 就像你講 他在這本書裡 活到現在 他為什麼能活到現在 因為他有說話之道 他的說話之道 就包括幽默 其實有的時候 真的會講錯話 但是講錯話 怎麼把它圓回來 而且我覺得講錯話 最可怕的是 還不是刻意要講錯話 像我有一次這個 誰刻意要講錯話 誰刻意要講錯話 你講完錯話 你都沒有發現 對 沒發現最恐怖 有人就問我 一群人 朋友問我 蝴蝶葉是叫什麼 是什麼意思 我說蝴蝶葉就以前印刷 印刷不是一張一張的這樣 它是這樣用這樣折的 那個叫蝴蝶葉 讓你借我一下 現在的書沒有蝴蝶葉 所以現在書前面會有兩頁 不印字的 不一樣的東西的這個 這個叫做蝴蝶葉 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就是等於說以前有蝴蝶葉 對 現在沒有 這個叫蝴蝶葉 結果大家說好棒喔 你怎麼知道 結果你知道我錯 我說這常識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們是笨蛋的意思嗎 對啊 世人都知道這件事 對不對 真的不知道 對啊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是隔行如隔山 對 你不在這行業 你可能不知道 但你覺得在這行業 這是個常識 但是你就是不能這樣講 不能講這句話 對 我覺得說錯話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搞錯人 搞錯人就說錯話 比如說很久不見的 你好嗎 你老婆還在那兒上班嗎 完蛋了 我老婆不在那兒上班 那是誰老婆 旁邊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那是誰 誰還在上班 我從來沒上過班 什麼你老婆還在上班 苦玲啊 你那次來錄影的時候 你太太好漂亮 苦玲說 我那天沒有帶太太來 我每個太太都很漂亮 我生氣 其實我告訴你 主持人真的很怕認錯人 說錯話 對 你那個電影拍得很好 我就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主持人 訪問我 記者啦 訪問我說 小燕姐 其實在你年輕的時候 你後來怎麼不唱歌了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還沒唱過 他原來是在語無垂才青嗎 我不曉得 所以我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 我說我 先進一段廣告 不是 進一段廣告 我就是要想 其實他後回去一定很懊惱 但是我們其實也常常會犯這種錯 我常常是被當作 有人把我當作吳念珍 有人把我當作余燻 那還好 有一次坐個計程車 他就開了 他就說 你給人 我就說 算嘛 給人 就藝人 藝人藝人 他說 你真好彈 我說還好啦 你演戲 演戲 演戲哪一部 我什麼時候演戲 演哪一部 我有演戲嗎 你不是那個摳士勳嗎 你少來了 這是你自己 這是你自己家的 這是你自己家的 真的 我很開心 真的 真的有人有一次呼應夢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跟你講這大陣子 如果你可以被當作 我想30年前在紐約中央車站 看這一台 對 我在那邊等我當時的男朋友 然後就有華人 他們在車站 然後等他們衝上來 他們說 胡小姐 能夠在紐約遇到你真開心 我說你在講什麼 他說你不是呼應夢嗎 我說沒有 他說不要這樣子 真的是你 你真的是氣質高貴到一個程度 我想說怎麼可能 可是我真的被認過 你三十年前被當作呼應夢 我三十年前被當作寇士勳 為什麼不可以 而且我在紐約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大家很少看到了 你知道嗎 我在圓寧 圓寧好像有很厲害 我覺得其實講錯話 其實像前陣子比如說一個老闆說 有關這個年輕人什麼 當然我覺得說這個話 好像後面的反應稍微激烈了一點 在他說的時候 心中一定沒有對 或者年輕人不敬 或者是不認識年輕人 或者是覺得那是完全不對的事情 而是就像有很多人常常會講 我們現在 我們當年怎麼樣怎麼樣 很容易講到這樣子的一些話 對不對 所以我們老人家聽起來 就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 可是年輕人就玻璃心 他就覺得你這對我不太那個 所以孔子說 時而後言 人不厭其言 就時間的時 你的話在什麼時間講分鐘 你那個話如果是在以前講 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是靠這種話來被激勵的 現在小孩激勵不起來 因為他知道已經沒有前途了 你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出於好意 對年輕人有更深的一些期望 然後應該是出於好意 讓大家更好 你有沒有人家跟你講話 你覺得他是說錯話 我覺得其實像剛剛小燕姐講的 這個老闆說的 其實像我爸爸常常對我講的話 永遠都是貶多於包 對 但我知道那是他為了我好 他今天不管 他覺得我再怎麼好 他還會說 年輕人要多努力一點 然後多存一點 不要到以後老的時候 怎麼樣怎麼樣 即使我今天已經 可能經濟狀況也不錯 然後有不少的工作 他還是會覺得 你可以更好 對 我要介紹一下 陳奕如其實 他不只是一個歌手 演戲 唱的 而且還加入很多的事業 是不是 也沒有 就是 比如說爸爸會覺得說 你一個男孩子 你也36歲了 你不能沒有副業 你不要打算 你一輩子只想做演藝圈 你有多少副業 沒有 其實比較主要的 都是緣分 可能跟我們的髮型師 一起開髮廊 然後有跟我身邊的朋友 開麵包店 然後因為我姐夫是牙醫 然後我的堂弟是 醫療器材的工程師 所以我們合開一個 醫療器材的公司 不是我最令尊不敬 令尊講的那個 我是為你好 這就是說錯話 對… 我們剛剛上次講的 對… 然後還有一種話 最容易講的錯 所以我為什麼說 無心說錯話 你以為是很好的話 叫人家 你想開一點 這就是最大的廢話 我哪 我就是想不開 想開一點 想開 我怎麼開 我還在末期 我開怎麼開 對不對 我男朋友娶了別人 我開怎麼開 你叫人家想開一點 根本就有點像風涼話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他併了鑰匙這樣 加油 我加油 我打真的還不夠嗎 我也不懂 外國人很奇怪 當人家家裡人走了以後 他說I'm sorry 你sorry什麼 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意思 什麼意思 I'm sorry for your love 對… 我難過 你難過 對… 我跟妳同在 對… 我跟妳一樣的狀況 對… 抱什麼線 你抱什麼線 有人不如我殺了 對… 你抱什麼線 而且講的有… 我常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們講的… 我以後我只要講這句話 我就會笑場 我很癢 應該又很難過 I'm sorry 然後直接翻成我很遺憾 直接綜藝翻 不是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 有很多的話 好 你結… 結愛 對 來 抱抱你 保重 對 可是外國人沒有 就一記 他也不會想一些新的話 沒有 任何電影演出都說 I'm sorry 對 我跟妳講 對不起 我覺得世人 會把所有的胖子 都認為他們是同一個人 比方說 我常被認成 杜詩梅 林美秀 或是廖慧珍 但是有一次呢 我在拍戲的時候呢 就是楊辰霖在旁邊 張孝群在旁邊 然後呢 就阿桑活生生的經過 我們三個之後 對著我微笑說 我就想 哇賽 我比楊辰霖跟張孝群還紅啦 有沒有 然後呢 阿桑就過來說 小婷婷 我好喜歡妳喔 我就這樣 然後 然後 那時楊辰霖跟張孝群 不知道該怎麼 然後就這樣 然後楊辰霖就先說 周詩梅沒關係啦 很多人也把我認成林一辰啊 我就這樣 沒關係 然後這個張孝群發現 楊辰霖他為我沒有用 張孝群就說 沒關係啦 很多人啊 也把我認成楊宥寧啊 阿桑 其實很容易說錯話 也很容易認錯人喔 胖子 其實很多人都是胖子喔 好不好 謝謝 英文好有時候也很拿 英文不好也很拿 我一個朋友 他到國外去 然後點菜 就講3Q 然後他講3Q 對方就說3Q2 他一聽說他講2 我要比他更有力量 3Q3 他說3Q3 對方就覺得很怪 就說 我只要3Q4 3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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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I'm sorry 你sorry什麼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 有很多的話 你結 結 對 來 抱抱你 保重 對 可是外國人沒有 就一記他也不會想一些新的話 沒有 任何電影演出來都說 I'm sorry 對 對 我跟你講 對不起 你好像在電子上有講錯話 是不是 而且他們不分遠近 就是關係的遠近 離你很遠的 你的朋友 你的爸爸 你的愛人都是這一句 都是這一句 那狗也是這一句 對 無關的也是這一句 無關的也是 近一點的就是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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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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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英文 兩個英文很好的 是不是這樣 你說英文很好的 英文好有時候也很麻煩 英文不好也很麻煩 我一個朋友 他到國外去 然後點菜 然後就 他想 我們也講你英文 就講3Q 然後他講3Q 對方就說 3Q2 他一聽說他講2 我要比他更有語望 3Q3 他就說3Q3 對方就覺得很怪 就說 你在謝什麼 3Q5 3Q4 然後兩個就從一拚到五 好酷喔 謝謝你多 為什麼謝謝你多 為什麼謝謝你多 我覺得說話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你有時候 我常常講 比如說我們覺得 你有沒有說錯話 我覺得比如說我們 認識很多年苦鈴 我開你一個玩笑 其實是沒事的 對 但是如果今天 站了一個是小優 或是誰 是年輕的一輩 去講同樣的話 可能大家就覺得 他是講錯話 對 所以這個標準 不再定於說 你說話的人 這個人的心理 而是在聽的人 我覺得今天苦鈴講錯話了 在大家這個面前 對不對 我覺得陳怡如不該這麼講 很多時候 可是我比較怕的是什麼 我比較怕 我覺得我跟一個人開玩笑 通常這個人 應該算是開得起玩笑 我們心裡要有點拿捏 但我這個人常常會忘記 就是有時候旁邊還有別人 你是直接說 你很胖 如果他會講說 我可能跟朋友開玩笑 講一下誰 那個人好胖好好笑 哈哈哈哈 結果我們兩個開得起 就現場明明有個胖子 他以為我們在講他 對 會 你知道嗎 這種時候 就比我外面講講 那個誰 那個誰頭大好好笑 頭超大 超怪的 然後憲哥在旁邊 我跟你講 就是這個 你怕的是旁邊的人 可是張昂你會不知道 像今天節目前 我就問我妹 我還打到美國 我說媛媛 我說二姐到底有沒有對你說錯話 他說多了 我說什麼 他說你知道嗎 很多很多年前我說對 他說大概七八年 我說你還記得現在 對 他說有一次我們在綜藥中的走路 我說然後 他說你就有粉絲過來 說曲老師跟你拍照嗎 我說好 那他說誰拍 我說請這個旁邊的拍一下 拍完之後 他們說那這位是 我說他們說是你姐姐嗎 我說是我妹 我說她是我妹 還變小六歲 你看那麼胖 結果 他們說曲老師你好年輕 你就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我妹妹她電話上去 她就很難過 她說你知道嗎二姐 你為什麼會在別人面前 他們已經以為我比你大了 你還要強調 我比你小六歲 然後你還要說 你看 她保養得這麼不好 她寄到現在 對 她寄到現在 然後我 這個才熱誠 這個才講得說妥 而且她說她記得是粉絲 哪一個路口 我說我都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然後她說還有另外一件事 她說就是有一次 我們去讀一處吃東西 她說她叫你一碗炸醬麵 我說所以那也是大概十年前 我說然後她說 她吃麵的時候她喜歡拌 有的人不喜歡拌 我不喜歡拌 我喜歡就是把黃瓜醬 都分開這樣吃 她喜歡這樣和 然後我就說你和什麼和 吃沒吃 這樣亂七八糟 我說這樣就不行嗎 她說那天親戚都在 她說你就這樣講 她說你這樣顯得 我好像乞丐在吃飯一樣 我說是很香 你幹嘛要這樣禍 她說我愛禍不行嗎 而且我就是愛禍這樣 怎麼樣 拿醬麵就是要禍的 我就覺得不要 她說你不能把自己的觀點 借在那邊 她說而且當成很多別人 她說你讓我多難堪 她就記到現在 她說太多了 她說你就亂講話 沒有... 你那兒還是姐妹 你知道你看 所以大家有時候 說好話就害死了 人家一對母女出來 你們好像姐妹 媽媽就好開心 都沒想到女兒多難過 你有沒有想到女兒的心情 我幹嘛跟我媽姐妹 對不對 真的喔 是啊 我們自己覺得說 真的是不是 對 我們都沒有想到 另外一個 那我跟我姐在我們家 那個順程那邊買東西 結果買完之後 隔天我再去 新來的那個妹妹就不懂 她說曲老師 你昨天跟你媽一起來了 對 再媽 母女 對 我就說 我媽... 我說姐啦 回家好高興跟我媽講 我說媽 你知道嗎 我說姐是我媽 太棒 結果再個一天 晚上沒有 我姐說要去順序買麵包 以後不去了 我們一進去我就立刻把 她說幹嘛 她說不聊一聊 我說不要 趕快走... 因為我盼力遠說 結果是你又給你媽來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我們常常現在遇到的 就是有些人染頭髮 有些人不染頭髮 你知道嗎 我真的 我們小學同學一起拍照 還有老師 我們的男同學 小學同學都白頭髮了 然後拍照的時候 人家說來 施葬 施葬 不過年齡是一個很敏感的東西 你知道 我有一次真的說錯話 我一直在跟菲哥聊天 聊得滿開心 反正東聊西 謝謝 就聊到我們有一個共同朋友 那個朋友 那一段時間正在把一個年齡還差滿多 而且把得有點 我們周邊朋友都覺得把得有點誇張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對啊 真是太誇張了 那麼老了還怕 那一定是好嗎 我跟你講 到這種年紀 不要再搞這種事情 我就想一想想想 菲哥說 他好像比我小兩歲 然後他 他這句話還出來 我跟你講我汗頭貓吹 我還是自己 我跟你講 你這句話 讓他心裡 毛塞鈍開 不要這麼累 所以我那個書長就講 你有的話 譬如說你跟很久不見的朋友 打招呼 你不要說你好啊 你都沒變啊 你都怎麼樣 那種都廢話 你就講 你就講你瘦了 女生 很久不見的女生 他就說沒有 我沒瘦了 你就是瘦了 有 你瘦了 他沒有 我明明中了六公斤 可是我看起來你就是瘦了 這個話就OK 他明明知道死相最胖了 你就是瘦了 我跟你講 這很不瘦 聽得很開心 明明是胖的 你也講他瘦 我真的也說瞎話 我覺得你瘦不行嗎 我覺得你瘦 這是對的 很好 我今天看你是不是這樣講 我是不是說你瘦 你瘦了 你瘦了 他說沒有 我是瘦 我說你超壯的 你超壯的 他還說你長高了 對 長高了 我說我都幾歲 還長高 我說你長高了 我連縮水都不錯還長高 他說齊老師 我真的沒有長高 因為很瘦了 齊老師又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說你長高了 長高了 因為我真不知道要說什麼 真的 你長高了 我就低 我就嗨... 你... 他就說我什麼 我說你長高了 你頭髮變多了 髮際線越來越低了 所以這就告訴我 我寧可說瞎話也沒有說錯話 對... 我跟你講 我同學的媽媽 就保養得很好 也八 九 十歲了 他回台灣來 他兒子送他去洗頭 然後去接他 洗頭電子 你說 你先生好 你們就說我兒子 我的媽 這超高 真的 因為這個 然後去看 媽媽的那個 飄飄的 男生嘛 就到了我們這個年齡了 你知道 就是看起來就是有點年齡 但是你知道 六十幾歲 八十幾歲 沒差太多 是啊 然後就洗頭電子 你先生好好好 都來接你 你看 我覺得這是有受傷的 我覺得這都是在年齡上還好 但有的時候聊天 你比如說 好 有些人做生意失敗了 不想講 你們再聊天 我告訴你 演藝人就是不要做生意 做生意 我都已經失敗了 你還要這樣說我就對了 對不對 就喜歡在傷口上撒一個 對啊 早就跟你講 哪壺不開庭 做演藝人 你就好好做你的表演 不要去做創業 那就是不了解自己人帶在哪 就去看乃哥在旁邊 怎麼這樣 對不對 有的時候你知道 我們也不是完全去看報 報紙上的新聞 誰給 我覺得我最怕一件事情 正好我們四個人在一起 但我們不曉得 他們倆曾經有過一段 真的恐怖了 這真的很恐怖 是是 錄影啊 人多的時候 大型中間節目的時候很可怕 對 尤其你們演藝圈那麼亂 而且 我只是在示範說錯話的人 這句話常聽到 常聽到對不對 你們演藝圈很亂 可是這不 這不怪你 你看了多少 對不對 分分合合 分分合合 而且我告訴你 分分合合當中有交叉進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還有同時進行 會不會弄不清楚 我其實有的時候是弄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我有的時候就說 陳奕如快點告訴我 她曾經的女朋友是誰 聽她是哪一個 就不要講錯話 對 要不然有時候就250 會講出一個好講 我們曾經啊 節目裡頭誰來過 他就講 莫名 腦情就不行了 其實這就是怕講到 對 我最好是人家 就是來上節目之前 就是 小燕姐 她經紀人說 因為她最近分手了 不要提這件事情 我就很 反而好 反而好 對不對 我很安心 我就不會講錯 要不然她就 你老婆怎麼樣 剛好 現在沒有人把人家身邊的女生 叫老婆的 基本上我們都假設她不是老婆 那是什麼 就是固定性伴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旭嵐 我想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樣 希望 喜歡 被稱讚漂亮 稱讚年輕 可是有一次我去電視台 要準備錄影之前 要先化妝嘛 那有一位 看起來年齡比我大一點的化妝師 她就說 嗨 薛蘭姐 我心想說 你怎麼會叫我薛蘭姐呢 不過因為她的下一句話說 哇 你素顏看起來皮膚真的很好耶 然後我心想說 至少她是在稱讚我 我就不跟她計較年齡的事情了 但是她後來畫著畫著她又說了 我覺得其實你應該也算是一個美女 怎麼這句話聽起來 我的美貌只有59.9分 四捨五入以後 我才勉強算是一個美女啊 然後她又說 我覺得你年輕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大美女 我心裡想 我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不就很老 你看看說話的技巧 是不是很重要 我雖然講講錯名字 我以為是講錯 我覺得我講錯了 真的嗎 畫到你知道嗎 我明明看到台下 做的是我心目中的神 我的偶像 即將要介紹到台上來 我們的張忠謀董事長 我講完了 而且真的是講完了 我覺得我剛剛好像講錯了 我也講完了 因為我剛剛說了什麼 沒有什麼說錯 我跟工作人員 說錯什麼 沒有啊 沒有人在聽的 現在沒有人 把人家身邊的女生叫老婆的 基本上我們都假設她不是老婆 那是什麼 我們怎麼能這麼講 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是不是老婆 因為有的又很年輕 有的又看起來 因為如果沒見過的話 不知道是不是老婆 那你很自然把人家叫老婆 就 我覺得 像我們藝人 是被人家看見了 你知道 是看見了 所以我覺得 人家看我們很清楚 知道我們最近在幹嘛 是什麼 他們是在那邊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們會朋友一起吃飯 我就是像一個透明的人 其他人我其實都不太曉得 大家都認識你 對 小燕姐 我們曾經 你知道二十年前 我們在哪 小燕姐妳最近怎麼樣 妳要問一下嗎 然後 我舅舅以前跟妳一起做節目 我說 我也不能說不 妳舅舅的 我舅舅以前跟妳一起做節目 我說 我姑姑 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 我每次吃一頓飯 我就很痛苦 因為大家每天看到妳 就認為妳是家人 大家都覺得說 大家都覺得她認識妳 都認為她認識妳 對 對 妳跟我阿姨買過菜 妳都不知道嗎 對 其實這真的太難了 真的 我們真的 我們好像在魚缸裡面的 那隻鯨魚 你在魚缸裡面 你看外面是模糊 外面是黑黑的東西 但每個人好像覺得 我們跟她是最好的朋友一樣 很難的 我有一次去花蓮 住民宿 然後就跟你腳踏車 然後就載著腳踏車 載著我就是一隻狗 這個西施犬 然後就很高興地在那個 路上走 然後就來了一個太太 然後就過來 載著兩個小孩 然後過來 兩個小孩一個就講 那個是約克夏 那個約克夏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才不是 那個是馬爾濟斯 然後結果他媽媽說 不要 才不是 你們懂什麼 那個是苦靈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最糗 我最糗的一些事 我常常說的話 就會講錯人家的名字 而且我講錯的時候 人家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糾正 對 陳毅如我 他說王毅如 王毅如 小燕姐叫我毅如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小燕姐 我跟你講 還王毅如 小燕姐叫我毅如就好了 我跟你講我去演講 每次那種幾百千人 那種 我到最後一定會講錯 學校的名字 是不是 你到了實踐 你叫他名傳 你到了名傳 你叫他淡江 你叫北科大 你說台科大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來 希望以後可以再見大家 全部台都沒有聲音 很奇怪 怎麼沒有人有掌聲 過一下就說 學老師你講錯了 超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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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你越在一起 你越會講錯 你就背了十遍 你到最後 所以我這樣記得說 謝謝大家 我都不再也不講名字了 我看我一定會講錯 這個時候你去到前面兩個人 拿那個... 板子 板子 我覺得這個是 而且本來明明不會錯 你就是錯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而且我實在講講 講錯名字 我也有一次講錯 我覺得我講錯 真的嗎 挫到你知道嗎 明明看到台下 做的是我心目中的神 我的偶像 即將要介紹到台上來 今天的大家長 我們的主人 我們的張忠謀董事長 結果一講 我脫口而說 我覺得 我講完了 而且真的是講完了 我覺得我剛剛好像講錯了 我好像講 蔡忠謀 而且我 你知道嗎 我就一講完 他就上來 但我到今天我這個 還沒有 因為那天也沒錄影 不是錄影 所以聞到我一講完 因為我剛剛說了什麼 然後一下來我說 我剛剛有沒有說錯 我問工作人員 說錯什麼 沒有啊 我先問那邊的 剛剛有沒有說錯 沒有啊 沒有人在聽的 你又覺得哪裡不對 你知道嗎 那次超奇怪的一種感覺 結果我實在 我問了好幾個人 那天你也在 我到底有沒有說錯 你有沒有在聽 我沒有 你看 我下來就全部得到這種答案 都沒有人在聽 我到底有沒有說錯 那就還好 那就安全夠怪 但是我告訴你 大家都知道是張忠謀 對 所以你講錯也不是 結果後來 還好 結果沒過幾天 錢有沒有拿到 過幾天我們又碰到 同樣的場合 不 同場合 我沒有碰到他 我還好 我乾脆 我覺得說錯話好 乾脆 直接道歉 直接道歉 我一看到他 我說董事長對不起 我說我那天不是說錯了 結果他也回我一句 我覺得這一點 讓我更崇拜他 無論是我到底有說錯 還是沒說錯 他這樣子回 至少給我一個晚輩 讓我這輩子不會 因此而遺憾中生 你知道嗎 謝謝這位長輩 你要來為我們唱首歌 你要不要先去換衣服 我要硬套 真的嗎 準備禁歌熱舞 真的嗎 我等你硬套 你不是很重嗎 沒有 等一下 裡面這件不見 就剩外面這件 可以嗎 還是小燕姐 我可以只剩領帶嗎 汝汝隨便 王毅如先去準備一下 王毅如先退一下 王毅如先退一下 馬上就來了 叫錯人姿勢 你趕快去準備一下 好的 是 準備一下 帥哥 你講叫錯人名 真的是我們幹這一行的這個 叫錯名字 像我以前當老師更慘的 你應該有這種經驗 你不會念那個字 我不會 我們又是中文系的 那個一個有一個日 叫什麼叫慘 你就不知道 你知道該怎麼辦 你念錯老師起來 老師你連中文系的 連我名字都不會念 可是有的字就很怪 所以我們就只好點名 故意不點他 點... 全部都點完了 誰沒點到啊 他就舉手 你叫什麼名字 他就講出來了 那這只限一個 但是有兩個就慘了 其實我想苦力 你有沒有在你老婆面前 說錯過話 我在我老婆面前 只有做錯過事 因為我說話 是非常的慎重 像我老婆她之前長頭髮 她就去弄成短頭髮 她也沒有問我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去提她 怎麼樣這樣 結果有一天看電視 就有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譬如曲家瑞這樣 她說你看這個長髮女生好好看 我看都不看 我說我喜歡短頭髮 所以我們不會說錯話 只要不做錯話 這個是要用心的對不對 要用心的 像我在家 我就盡量少說話 能不說就不要說 真的 尤其電視劇在演什麼 真的不要參加意見 還要評論對不對 不要評論 對不對 那個男的喜歡這個女的 然後你不要評論 也許這個男的 在喜歡這個女的時候 你講說 真實 這個女的真的不錯 你喜歡啊 你喜歡這種的 你也喜歡這種的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 尤其是結了婚 我覺得跟另一半相處 那說話 那已經是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你知道嗎 你什麼時候說錯 什麼時候哪一天糟了 你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那天 整個家裡面氣氛不對 你就開始回顧 所有說過的話 然後甚至做過什麼事 甚至哪件事被發現了 你就要開始想 說錯話這件事 好像常常發生在我身上 就像有一次 我跟一群就是 玩音樂的朋友們出去聊天 然後呢 我就跟我朋友 很自然而然的講說 欸 我跟你講 你最近有聽到那個 誰誰的歌嗎 哇 超難聽的耶 結果沒想到 我朋友就說 就指著他另外一個 就是他帶過來的朋友說 欸 不好意思 那是他寫的 我當然就 不是 我這個意思是說 我是說 難聽是因為他的這個詞 讓他這個詞不達意 我覺得這個就怪怪的 然後另外一個有一次就是 我有一次去打球 然後我跟我一個朋友去打球 然後看到另外一個朋友走過來 他穿便服 然後我就說 欸 你今天有要打球嗎 然後他就穿便服 他說 喔 沒沒沒 我今天是來找誰的 我就說 喔 真的 可惜喔 我雖然是這樣講 可是我的手這樣 喔 然後我朋友看著我說 他說 你的手在幹嘛 我這樣 喔 不明其妙還是被他發現了 我不想跟他打球這件事 我幹嘛 我在幹嘛 許家瑞 白目說錯話 措施廣告代言 我是一個很白目的人 去年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廣告 就是有一群資深的老闆 或經理人在看履歷 然後看看履歷的時候就說 這個不行... 然後最後發現說 李宥明原來是吳寶春啊 是李安是什麼的 我說許老師 你非常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接下來那個系列 要找你來拍 一碰面 一開會 我就大罵這個廣告 我說你這廣告 我說你這廣告有問題 你怎麼今天會叫一個廣告公司老闆 去看吳寶春的履歷 他當然說不行啊 長得真好 他說 許老師你長得太好... 快再沒聯絡 尤其是結二婚 我覺得跟另一半相處 那說話 那已經是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什麼時候說錯 什麼時候哪一天糟了 你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那天 整個家裡面氣氛不對 你就開始回顧所有說過的話 然後甚至做過什麼事 甚至哪件事被發現了 你就要開始想 對不對 很亂恐怖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說錯話 就像你這裡書上 有一些事情你沒說 但是老婆知道了 他會覺得說你沒說 其實也是錯的 對啊 可是這種東西實在很難講 譬如說我們今天 路上剛好碰到前女友 那既然難得見面 喝個咖啡 那回去要不要講 當然不要講 講得很麻煩 又沒怎樣 如果怎樣 如果怎樣更不能講 沒怎樣就不要講 你就過去就算了 可是老婆的想法就說 你為什麼不講 心裡有鬼 有鬼 對 你一定有問題 既然沒有事為什麼不說 對啊 還不判你難過 所以我所講 只會做錯事 不會說錯話 對 有道理 對啊 有沒有道理 有 可是我要講到那種就是 我是一個很白目的人 我現在講的是在工作上那種 比如說 像去年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廣告 就是有一群資深的老闆或經理人在看履歷 然後看看履歷的時候就說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然後最後發現履歷 我們原來是吳寶春 是李安是什麼 然後這個公司就向眾我 說許老師 你非常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接下來那個系列要找你來拍 我說真的假的 太好了 就跟他們的碰面 一碰面一開會 我說這什麼 我說你這廣告 我說你這廣告有問題 你站在一個角度 你預設好了 我說你有沒有想到 我說我看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他們都在哭 都說好感人 哭哭 怎麼終於有人為我們想 我們自己20K 30K的人 為我們想到了 我們有一天就會成功 可是我說你有沒有想過 看履歷這個人 你怎麼今天會叫一個廣告公司 老闆去看吳寶春的履歷 他當然說不行 你怎麼會叫一個賣衛玉的老闆 然後去看李安的履歷 他當然覺得不對 你要叫電影的老闆 來看李安的履歷 你要叫麵包廠的老闆 來看那個 我就大罵他們 我說你再做我分怎麼樣 講得真好 你知道講完之後你看怎麼樣 他說學校你講得太好太好 可是我是要說實話 我是覺得我要告訴他們說 你知道從那個角度來看怎麼樣 我不是那個 我們今天不是說大家說錯話 而是說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地上 該說什麼話 也不是說要你說假話 但是你說你瘦了 真的是非常瘦 對不對 對我們女人來講 你說瘦了 漂亮了 皮膚好 漂亮了 皮膚好 對 所以我發現沒 對 我忘了講 今天看到你就想講 你今天氣色好好 我記得馬上放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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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要去趕飛機 好 我們馬上來聽陳一如的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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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